下周一,一年一度的奥斯卡金向奖就开始了。 多年来,亚洲演员一直很少被提名,获奖得也寥寥无几。 而今天,我们就要说一位,位数不多的受到奥斯卡提名的亚洲女演员, 菊的林子,虽然在国内,她可能没有很多其他日版明星那么高的人气, 即使是有的日剧发上游,也不见得一定认识她, 因为近年来,她已经很少接演日本国内的影视作品了, 相信很多人记住她,都是因为她主演的电影《环太平洋》。 出道以来,她凭着自己独特的气质和精湛的演技, 不仅在日本大受欢迎,还一路常见了好莱坞, 出演了很多好莱坞大片。 要知道,本来进军好莱坞的日本女演员就不多, 能混出头的就更少了, 并且,还成为了日本第二位,获得奥斯卡金向奖提名的女演员。 一般来说,提起日本女演员, 大家脑海里就会浮现出甜美可爱似特色, 但她给人的印象更多的却是高冷,霸气, 她有着非常与众不同的气质, 她的眼神中,带着一种不时人间烟火的感觉, 因此整个人看起来,不高又清冷, 虽然有的人认为她长相老成, 但她的这张眼,总能给人一种国际化和高级的感觉。 2006年,她在由布拉德·皮特和凯特·布兰切特主演的电影《通仙塔》中, 获得了一个角色,饰演一个患有自闭症的龙腰女孩。 其实,在剧组刚开始宣角的时候, 她就下定决心一定要拿下这次机会, 所以还没试镜, 她就开始去学习手语。 等到电影开拍的时候, 她已经通过了手语考试, 并拿到了手语老师的指招了, 原本剧组准备找一位真正的龙甲人来演这个角色, 但是她试镜时的表现成功征服了导演, 当时已经26岁的曲的林子, 为了更加贴合剧中16岁四群少女的角色, 她刻意增肥了5公斤, 为了更自然的诠释出一个自闭症患者, 她又花了大量时间和自闭症患者相处, 观察他们的一举一动, 由于她的角色设定是一个龙甲人, 没有台词, 所以她的情绪和内心, 更多只能靠眼神和表情传递, 即便如此, 也丝毫没有给她的演技造成障碍, 把身体残疾却不愿向命运屈服的人物内心, 焰得入目三分, 尤其是片中一段全裸参加party的镜头, 炸裂的演技让所有观众动容, 也让剧组所有人为之惊艳, 连男主布莱德·皮特也对她暂不绝口, 她真的很不一般, 她绝对能得到大家的肯定, 甚至剧组在宣传时, 大魔王凯特, 还特意选了一件和风版裙子, 来配合局的林子, 后来, 在通天塔中全露出镜的制造, 也被热心媒体们, 贴上各类娱乐网上, 她每每参加活动, 被记者们提问, 最多的话题, 也是关于她大胆的洛西, 很多演员可能都会回避这类问题, 她却轻描淡写的回答, 那没什么, 裸体只是一种表达方式, 我并不介意在荧幕上去裸, 而她, 也凭着在这部电影中的表现, 在2007年获得了奥斯卡这家女配角提名, 虽然最后没有拿到小金人, 但是这已经非常让人刮目相看了, 上次有日本演员入围奥斯卡, 还是50年前, 日本万人迷牧村拓栽, 也对她的演技赞不绝口, 她在演艺圈, 最大的特点大概就是有想法, 有追求, 当她听说环太平洋剧组正在寻找日本演员时, 她向通天堂的导演要来联系方式, 主动写邮件给导演, 我可以去任何地方找你试镜, 包括之后她能出演挪威的森林, 也是她多次主动要求试镜, 得到的机会, 我是一个看到喜欢的角色, 就努力去争取的演员, 只要是自己感兴趣的, 越是难, 越是会想去争取, 我不会轻易抱过任何一个我想演的角色, 敢想, 敢做, 有实力, 让她从最开始, 一个拍摄广告的小小配角, 一跃成为了代表日本, 走向表演的最高殿堂的一线明星, 说了可能没人相信, 演技这么爆表的曲的林子, 却从来没有受过任何表演训练, 其实, 当年的她, 是一模特出道的, 虽然身高不到一米七, 但是她对时尚有着非常独到的品位, 因此她也一直是十三界的宠儿, 任何风格她都愿意尝试, 并且都能驾驭得游刃有余, 孤冷的气质, 让她站在任何人身边气场都丝毫不弱, 她登上过Vogue的很多大牌杂志封面, 也是Chanel的各大奢侈品牌青睐的对象, 拥有神秘莫测的气质, 她也一直是很多设计师的灵感妙思, 比如Tom Ford, 不管在时尚界还是影视界, 橘的林子都能混得风生水起, 曾经在模特事业上升起, 因为喜欢演戏, 她毅然决然, 甩掉经纪人转型做演员, 在影视圈, 即使沉寂多年, 一直出演二, 现角色, 她也不忘初心, 依然坚持自己的选择, 而生活中的她, 形势也极其有个性, 干净利落, 其实她的本名叫橘的百合子, 但是觉得这个名字和苦苦的自己不搭, 于是果断改名叫橘的林子, 这样特立独行的气质, 吸引了不少爱慕者, 其中就包括她的老公, 比她小11岁的日本鲜肉吉西谷, 涨谷江泰, 也就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 《鸭猫传》里的高分空海, 他们练情刚到光时, 沉空洞一时, 让不少人惊掉了下巴, 不过, 社会的舆论丝毫没有影响到 两个人的感情发展, 2015年, 他们低调结婚, 第二年便迎来了 二人爱情的结晶, 一直十分恩爱, 现在已经做了母亲的她, 依然没有放弃自己最初的追求, 仍旧活跃在她喜欢的领域, 或许看到橘的林子, 我们才会发现, 人生最高境界的成功, 也许不是获得大量金钱, 或者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 而是活着, 只为了取悦自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